大家好,欢迎收看明报多媒体新闻。今天是5月26日,鉴于新冠疫苗的供应量预期将大增,加拿大的一些省份已经开始缩短民众接种第一剂和第二剂疫苗的间隔时间。 多伦多超过160间药房,今天开始为合资格的人提供第二剂阿斯利康疫苗。 安省今年新增确诊1095例,多伦多257例,皮尔区215例,约克区101例。 多伦多世西一间没有睡房间隔的开放式独立平房,最近以过百万元的价格出售。 该间平房位于圣卡拉西街加珍街附近,地址是314号Riding Avenue。 该间平房经重新装修后,除了洗手间之外,并未有其他的房间间隔。 整间平房的面积是632平方尺,房屋叫价79万9千元,但三天后以100万04千元成交。 疫情以来不少专业人士可以在家上班,有些人已经出售在大多区的住房,转去较小城市。 不过,今天公布的一项安省调查发现,真正打算这样做的人仅18%。 这项调查由地产经纪公司Right at Home委托在网上进行。 虽然在家工作的人当中有44%考虑搬出城市,但他们中大部分人说该决定和他们的工作情形有关。 他们中有63%的人说,如果以后公司要他们每周一到三次回办公室上班,他们也将不太愿意搬家到离开公司更远的地方。 但如果他们从此可以一直在家上班,55%的人说他们会考虑搬迁。 这间地产经纪公司的总裁卢·鲜勋克说,那些出售了房屋搬出大多区的人们,如果要先回来也不太容易,因为屋价仍然在上涨。 因新冠疫苗的供应量预期将大增,家国一些省份已开始缩短民众接种第一剂疫苗和第二剂疫苗的间隔时间。 有医疗专家指出,缩短两剂疫苗的间隔时间将为更多的弱势人口提供更好的保护。 卑诗省首席卫生官亨利在本周二说,卑诗省将缩短接种第一剂疫苗和第二剂疫苗的间隔时间,相关的细节将在本周四宣布。 斯高沙省也在本周二宣布,该省将把接种第二剂疫苗的时间提前两周至四周。 沙省已宣布了接种第二剂疫苗的详细时间表。 从上周开始,年龄在85岁和以上的齐老可接种第二剂疫苗。 魁省现已完成了为长期护理中心的住户接种第二剂疫苗的工作,并计划在本月底完成为退休之家的住户接种第二剂疫苗的工作。 安省和免省现仅为健康状况最高危的人士接种第二剂疫苗。 在安省,一些医护人员也可开始接种第二剂疫苗。 曾经在今年3月10日至19日期间接种了第一剂阿斯利康疫苗的安省居民,可在本周接种第二剂疫苗。 安省政府多次强调,只有在疫苗供应增加的前提下,才会加快接种第二剂疫苗。 多伦多有超过160间药房,从今天开始为何斯格的人士提供第二剂阿斯利康疫苗。 安省卫生厅长叶利亚今天指出,已分发多伦多、温莎和金斯顿3.1万剂疫苗,要在5月底以前完成接种。 和资格的人士是指在3月10日和3月19日之间接种首剂疫苗的人士。 他又指出,省府已收到另一批25.4万剂的阿斯利康疫苗。 因此,省民不必担心疫苗会缺货。 多伦多室内提供疫苗的160间药房,市民可透过以下连接, 获得附近药房的信息,连接是 COVID-19-ANTERIAL.CA 多伦多大部分药房今天开始收到大批阿斯利康疫苗,展开为人们接种第二剂。 安省药剂师协会称,如果这轮没有接种到,也不必着急。 更多的同类疫苗下周还会持续到货。 今天在斯加堡坚尼地路加雪坡路,一间起康药房, 走进去就可以见到一派忙碌景象,十多人在那里等待。 有的是来预约接种第二剂,有的是已经预约现在来打针的, 或正在填写打针前的问卷。 由于此时,还有一些并非接种的顾客也在配药询问等, 还有电话进来,因此药房显得十分繁忙。 五名药剂师和员工等一起出动接待。 被问及如何登记第二剂接种,一位员工首先访问, 你第一剂是在哪里打的?到你打第一剂的药房去问。 家国各地已开始为年龄介于12岁至17岁的青少年接种新冠疫苗。 沙神力宰拿的一名家长分享了他的孩子拒绝接种疫苗的经历。 他鼓励其他家长和公共卫生专家们就孩子们对疫苗的担忧或疑问, 开展公开对话。 该名家长名叫弗林,是一名注册护士。 他的儿子现年17岁,刚在上周符合了接种新冠疫苗的资格。 弗林虽立即为儿子预约了接种疫苗的时间。 他原以为他的儿子会热气希望接种疫苗, 但未料想被儿子一口拒绝。 弗林认识到,他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因素, 那就是他从未事先与儿子讨论过接种疫苗。 在沙神,任何年满13岁和以上的人士, 可在没有家长介入的前提下, 合法地选择或者拒绝接种疫苗。 在家国各地,上述同一年龄各有不同。 在安审,任何年龄在12岁和以上的人士, 可代表自己同意接种疫苗。 在魁省,同一年龄为14岁。 一些传染病家长指出, 认识到疫苗犹豫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 年龄在18岁以下的青少年应有直接的渠道来获取可靠、 强威性的信息, 从而使他们能就疫苗是否安全和必要做出决定。 随着毕业季的临近2021届高中生, 今年在网络摄像头前参加毕业典礼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鉴于此,学校教育局呼吁各学校努力策划 尽可能特别的在线活动。 多伦多公校教育局的发言人Ryan Bird说, 将由各学校来计划他们认为最为合适的毕业活动。 然而,策划在线毕业典礼与安省政府的说法不相一致。 省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他们正鼓励教育局寻求当地公共卫生单位的批准, 以提供安全有意义的现场毕业典礼。 但Ryan Bird对此表示, 考虑到计划毕业典礼需要的时间, 实体活动基本是不太有可能。 他说,虽然我不能代表所有学校发言, 但通常年终典礼和毕业活动需要数月的计划, 所以很难改成现场出席的典礼。 加拿大独立商业联盟今天呼吁, 联邦政府不要从7月起逐步削减线下的租金补助和工资补助, 应该等经济全面重开,才削减补助。 联邦政府的上述商业补助计划, 随着各省各地区的经济逐步重开, 补助金额将会开始逐步削减。 CFIB现今呼吁, 政府不要从7月3日起就削减补助。 该联盟最新一项的调查显示, 现今只有54%的商户是全面开放, 41%的商户是雇用了全部职工, 31%的商户销售额恢复正常。 多伦多明天27号, 白天最高温度为19摄氏度,晴朗, 夜晚最低温度是9摄氏度, 多云又零星降雨。 今天的新闻已播报完, 感谢收看,明天见。 明天见。